阿里巴巴自认为是一个国家 不是公司 马云希望阿里巴巴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目标拥有20亿用户 虽然阿里巴巴迄今尚未在欧美市场站稳脚跟 但人们依旧难以低估其国际化愿景 阿里巴巴是一家公司 但它喜欢自认为是一个国家 阿里巴巴创始人 当过英语老师的马云像老练的外交官一样掌秀善务 在去年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 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 加拿大的贾斯廷 特鲁多和意大利时任总理马太奥 伦奇相继成为马云的座上宾 今年1月 他成为美国大选后首位于唐纳德 特朗普公开会面的中国商人 珍 在中国 阿里巴巴的触角深到了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 购物 金融 聊天 医疗 娱乐和新闻 在中国 你各把月没有现金也能过得好好的 你可以用手机付款买咖啡 买衣服 缴纳水电燃气费 阿里巴巴的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如此普及 就连一些无家可归者都接受这种支付方式 一对来杭州抢劫的表兄弟抢了三家店 才抢了不到2000元人民币和300美元 支付宝和他的对手微信支付对抢劫这一行的颠覆 由此可见一斑 阿里巴巴占中国零售总额的十分之一 旗下拥有全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余额保资产管理规模达1.14万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家公司将Ebay赶出了中国 打败了雅虎 在2005年收购的雅虎中国全部业务 阿里巴巴的宝藏 1.核心商务与物流 最早的平台 Alababa.com 与淘宝 全球速卖通 1688 COM 天猫及天猫国际一道位企业对企业 BRB销售 以及品牌商家对消费者销售 正如西方的亚马逊 提供门户 阿里巴巴还复制了Ebay的功能 据划算提供针对各种产品的闪购 菜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物流业务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 将该集团形容为一个大型的创意孵化器 未来愿景包括研发人脸识别支付 推出从咨询到药店的一站式在线医疗服务 阿里巴巴的并购团队一直在寻觅投资机会 进入股Snap、Lift 也投资了众多初创企业 阿里巴巴并非所有的业务都赚钱 云业务或许是集团旗下最大的新冒险项目之一 但该业务每创造一美元营收要亏损8美分 支撑轻资产电商运营 日投送5700万个包裹的物流平台菜鸟也在消耗大量现金 阿里营业警告将亏损1.4亿美元 阿里巴巴并不担心这些 他利用电商业务为新开展和予以为封的业务提供资金 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 这一模式似乎已经奏效 在3月底结束的上亿参年 阿里巴巴营收增长了56%至230亿美元 净利润达60亿美元 盈利能力远超亚马逊 2.数字媒体和娱乐 数字媒体部门包括类似YouTube的视频网站 有酷土豆、Yogu Taboo、流媒体服务阿里音乐 Alababa Music和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阿里营业是一家影视公司 此外还有阿里体育、LA Sports 从事中国各地体育赛事、电子竞技的推广和营销 在中国之外 阿里巴巴最大的业务分支在东南亚 阿里巴巴持有印度尼西亚电商集团 The Farber的控股权 并与关联公司蚂蚁金服 Ant Financial 一起入股了印度支付平台PayTM 后者支持刷手机支付 不过 在这一地区之外 阿里巴巴的扩张步伐 起今较为有限 并一直在通过收购来扩大其全球布局 我现在有点怀疑 从事这一行业的一位咨询师表示 阿里巴巴进军欧洲已经失败 许多中国企业在实施扩张之后都陷入挣扎 尤其是在美国 阿里巴巴早期在美国的是谁已告失败 时装电商平台11 美成立一年后 被阿里巴巴在2015年中出售 至少两笔投资 对讯息应用Tango和深层链接搜索引擎 CookCI也不顺利 三 本地服务 这一部门包括本地商务平台口碑网 Cube 在线外卖送餐平台 饿了吗 去年阿里巴巴将在线旅游门户更名为 飞珠 面向越来越多想出国旅游的中国人 阿里巴巴对这些失策不以为然 他表示 投资这些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学习 同时也不乏从中获得丰厚的财务收益 Jet.com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里巴巴曾经入股的这家电商网站 去年被沃尔玛斥资33亿美元收购 阿里巴巴还利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境旅游来促进支付宝国际业务的增长 海外约有11万商家接受支付宝 他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合作方 本月早些时候支付宝与美国的First Data达成合作协议 今后这家商业技术提供商的450万美国企业用户将可以选择接受支付宝 独立研究机构Radio Free Mobile的理查德 问啥?Richard Windsor 说支付宝是阿里巴巴进军美国市场的特洛伊木吗? 上述协议如果全面贯彻实施的话 将一下子让支付宝入住400万美国商户 与苹果的Apple Pay不相上下 支付宝北美总裁苏海尔 巴德兰 Saw Hill Baggen 说 我们的目标是为每年到访北美的400多万中国消费者提供可靠的支付服务 但温莎警告 服务可获性的扩大不一定意味着实用的增加 因为与美国现有其他服务相比 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系统在便利和有趣的用户体验方面 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 他在写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 以发达市场标准来看平常无奇的体验 对中国线下体验而言却是一个巨大改善 这就是我认为二维码在中国很成功 但在发达市场失败的原因 4.支付和金融服务 蚂蚁金服源自支付宝 支付宝结合了网络支付系统和数字钱包 蚂蚁金服包括理财、私人银行业务、信用评分和金融云计算服务 阿里巴巴在海外也保守争议 美国证监会 SEC对其计算商品交易总额 GMV的标准进行了调查 去年底 华盛顿方面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 理由是淘宝网站上售卖假货 虽然阿里巴巴近期努力清理平台网站上的假货 可以说是一项永无休止的任务 但马云较早曾讽刺说假货比正品的质量还好 价格也更低廉 这仍然让品牌商家和监管者耿耿于怀 或许马云全球棋局中最重要的一步 是阿里巴巴正在开发的新的全球贸易平台 这个电子世界贸易平台 UTP 于去年公布 拥有阿里巴巴的所有经典特点 小企业 普惠 以及马云从政府手中夺走了主动权 针对WTO框架下 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马云上月在马来西亚表示 这个回合太长了 他为WTO的人感到遗憾 马来西亚是UTP的第一个海外成员 UTP实际上将为跨境贸易提供管道 物流 清官管理 获得优惠关税 5 云计算 广告和数据管理 阿里云 Alababler Cloud 是中国最大的公共云计算提供商 提供类似亚马逊和微软 Microsoft 提供的云基础设施服务 阿里妈妈 阿里妈妈.com 是一个广告和数据管理平台 其他业务中的海量客户数据 是阿里巴巴能够帮助商户更好的着准广告目标 阿里巴巴已向双边协议启动其关于无边界全球贸易的宏大计划 该协议旨在为中小企业发运的货物 在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通行提供便利 该协定将聚焦于包括一座订单旅行中心在内的基础设施 以及在电子支付和融资方面的合作 双方将通过公司合作在马来西亚建设一个数字自由贸易区 目前为止 它仍然陷于物流 优惠关税仍在商谈中 据悉 阿里巴巴正在进行旨在把俄罗斯变成下一个枢纽中心的磋商 这将更具挑战性 俄罗斯是阿里巴巴旗下国际商务网站全球速慢通最大的市场之一 马云的计划面临重重障碍 比如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对声音 但如果这一计划获得动能 它将能够证明 企业而非政府正高距全球化的大旗 为了加强在美国的存在 阿里巴巴采取了一项计划 希望能够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博得好感 该计划承诺让樱桃种植商 服装制造商 甚至竹台制造商都通过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向中国出口 从而创造1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第一步将于下月迈出 届时阿里巴巴将在底特律召开启动大会 展示这一计划 底特律曾是工业城市 一些人将其衰落归因于全球化 对于那些将100万就业岗位承诺赤卫空化的批评者 阿里巴巴举了中国的例子 声称过去15年其在中国创造了3300万个就业岗位 其淘宝网上的1000万商家每家至少创造三个就业岗位 包括物流等支持性服务 然而 写过一本关于阿里巴巴的书的驻北京咨询师 邓肯克拉克 指出 美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平台让小微企业在线经营 阿里巴巴要竞争的不只是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网站 Apple之类的平台 还有规模更大的Ebay 亚马逊等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阿里巴巴有一战的机会 三年前 美国人不知道阿里巴巴 这就是上市如此重要的原因 另一位分析师说 我敢打赌 很多美国农场主都收看财经新闻频道CNBC 他们归根结底都是商人 讽刺的是 给阿里巴巴带来最大挑战的 或许正是在国内的模仿者 与阿里巴巴共同组成中国互联网科技BA AT3巨头的百度 贝都 和腾讯 Tencent 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与之激烈拼向 腾讯在中国5.5万亿美元的支付市场中 占据37%的份额 而支付宝占51% 几大巨头都在轿车应用 外卖送餐 共享单车 媒体应用等领域积累的大量股份 而互联网公司购买视频流等内容的成本则在飙升 克拉克表示 想进入每一个领域的愿望就像在家一旁跳棋 不能措施任何一步 面对所有这些挑战 阿里巴巴表示 正是怀着敬畏之心才使其保持领先地位 阿里巴巴的经营者既无政府门路 也无工程学资质 公司创立不久就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 在非典 SARS 病毒席卷香港和华南地区时孕育出了核心的淘宝业务 或者正如蔡崇信所言 他在今年2月对投资人表示 我们始终抱着一种偏执狂的心态 我们认为这正是一家伟大科技公司的标志 阿里巴巴与中国政府 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并非马云面临的唯一政治挑战 在名义上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 成为一名亿万富翁或许不再显得奇怪 但经营一家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 而且正在颠覆各行各业 其中许多行业国有色彩浓厚的大企业 则令人对马云倍感好奇 围绕马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人们常有猜测 最近的一次是在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 那次会面并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11月中共十九大上即将出现的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 可能使大环境变得对阿里巴巴不那么友好了 克拉克表示 中国总理李克强非常支持以互联网驱动改革 他经常在演讲中提及阿里巴巴及其他互联网公司 但李克强对互联网潜力的看法不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那么有分量 克拉克表示 总的来说 就互联网潜力而言 习近平并不那么热心 部分原因是互联网也会令工作岗位流失 阿里巴巴与国内监管机构发生过冲突 它猛烈回击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一份针对假货的批评报告 称其为不实及不公平的攻击 阿里巴巴还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声过举语 后者对存款和客户流入阿里巴巴的理财产品感到不满 马云关于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弄断和权力的言论更是有如火上浇油 但即便有的中国领导人开始转而反对马云 他还有最后一道防线 阿里巴巴的不可或缺幸 阿里巴巴正让自己变得大到不能打压吗 克拉克问道 通过与消费经济领域紧密交织 是自身在此息消费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阿里巴巴可以希望在与当权者较量时免于遭受一些监惯风险的冲击 英国金融时报 路易斯 卢卡斯 杭州报道 一者合理 修正 收取 羽